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船行的部分便有人发了脾气 有的甚至立刻便要下船 乘车马背上 船工们便只好陪着小新这样解释 启航才半天 明义等人便见到好几次这样的事情 这个年代便是身份显赫之人 出行的机会其实也不多 又没有针对晕船的特效药 若是海船 晕船的症状便会更明显 但也只能忍着无法可想 明义倒还好 不过随行的苏文玉晕船晕得厉害 便也只好让他在后面的船舱里吐 吐啊吐啊吐的就习惯了 人生就是这样 他这次上京 毕竟是要加入情报系统的 康贤便将他们一行人安排在了靠后的船舱 与魂人不二等人一起 不与前方的达官显贵有太多交集 明义闲来无事 便与众人说起人的平衡能力 说人脑靠近耳朵两侧有一处名为半规管 血抛开来大概会是个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地方掌控人体的平衡感 晕船之人多半是因为此处不发达 小禅偶尔端了茶水过来 便知道自家姑爷又在说那些旁人听不懂的东西了 其实旁人即便不懂 明义也是不多做解释的 文人不二 齐心勇 齐心义等人 原本就以为他只是看了什么杂书或者信口胡宗 后来见他说得头头是道 才有些半信半疑 其实他们倒未必相信人的平衡感来自于那半规管 只是逐渐觉得宁毅可能真知道人脑之中有些什么 又听他说人脑展开之后有多大 此时好奇心再强大的大夫也不会知道这些 若是验尸的胡作倒还有些可能 但也绝不至于把人脑摊开来看到底有多大 宁毅这样一说 众人不由地想 莫非他闲着无聊干过这样的事 宁毅看来如雅 但形势每每都出人意料 文人不二见过他冷静的外表下神经质的一面 而奇心勇等人与他打交道虽然不多 但刺杀刘西瓜当晚也在宁毅手下吃了大亏 后来又听说是他设计转开了杭州的城门 此人绝非常忍 做出这样出人意料的事情也并非不可能 虽然一开始想到他会研究这个觉得有些奇怪 但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不由地心下骇然 都下意识地做得离宁毅远了些 倒是齐家年纪最小的齐心汉 偶尔会感兴趣地问一句 或许练梅花装之类的功夫 会对这半规管有好处 宁毅端着茶水与众人聊了一阵 随后说了些江湖一魂 又聊了一会儿梁山的事情 某一刻宁毅出去装了热水回来 走到门口时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 问道 你们有没有听到咚咚咚咚的声音 这声音所有人都听到了 此时纷纷点头 船体音波浪而颠簸 旁边船舱里的箱子互相碰撞 便会发出这样的声响 因此众人便都没有觉得奇怪 宁毅又听了一会儿 却道 好像有人在敲墙壁 众人方才听她说解剖人脑什么的 这时候都脸色微变 以为她神经发作了 好在宁一听了一阵 便摇摇头道 可能是我听错了 这一天船行一路 文人博尔等人 后来去探听了一下船上宾客的身份 这次不少达官贵人随船队上京 其实也与此时声势浩荡的北伐有关 虽然嘴上都说收复幽烟乃武朝两百年来的大事 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物资和军费才是摆在眼前的问题 有的人愿意多出 有的人则想要少出 都各自有其理由 南方局势稳定之后 姜宁这些与皇室扯得上关系的人 便借着贺寿的机会 准备上京活动一份 此时船上有官员 富家子 乃至宗亲子弟 文人不二打听一阵 便知道都高盘不上 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不过吃了午饭 便有人过来拜访宁毅 乃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样貌俊毅 名叫卓云峰 宁毅之前没有见过他 但后来想想 似乎听人说起过 乃是江宁文坛 还算有名的一名年轻才子 由于年纪还轻 行人在宁毅面前说起时 大抵都是颇有天资 将来必成大器之类的话 后来在宁毅去了杭州的这段时间里 他才稍稍有了些名气 这卓云峰也是宗室子弟 母亲是一名下嫁的县主 虽然富家后来没有什么成就 但毕竟是皇室血脉 这次大概也是想要上京 博一个前途 他见到宁毅 语气倒是客气 旧诗词之事 向宁毅请教了一番 宁毅随传上京之事 并没有告诉什么人 本以为这少年 是与康贤有关系 婴儿才找了过来 后来才发想 这少年的支言片语间 发现原来 他是周沛的仰慕者 会找到自己 大概也与此有关 一番交谈下来 除了言行中 有几分少年人 特有的傲气之外 卓云峰并没有在宁毅面前 表现出什么缺点 但这少年颇有才华 少年得志 有几分自傲 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缺点 如此聊得一阵 卓云峰便告辞离去了 宁毅隐约觉得 少年这次拜访 有些怪异 但又说不出 怪异在哪里 不过周沛的骏马 最近几个月内 应该就要定下 卓云峰在此时上京 自然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但看他的神情 似乎是成竹在胸 却不知是为什么 这疑问在宁毅心头略过 但他随即也就不再多想 这段日子里 他一直在思考对付梁山的事 他对于梁山的情况并不熟悉 所以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以前的局势 阳谋大概是不可能了 而阴谋则需要 大量准确的情报做支撑 因此还需徐徐徐之 不过此时 他也确实有些思路 可以提供给秦思源 这几天里 需要再认真完善一下 这天夜里 大船停泊在巷口 风却忽然大了起来 船也有些摇摇晃晃 好些人都下船玩乐去了 晚上便住在客栈里 但对于苏家跟着上京的几人 宁毅还是要求 他们住在船上 船只停稳之后 宁毅也去另外一艘大船上 看望了云竹与锦儿 云竹倒不晕船 而以锦儿 浪里白条一般的水性 更不需要担心 他会晕船了 到的深夜 小禅也睡着了之后 宁毅躺在船舱里 望着悬在夜空中的月亮 难以入眠 家中的谭儿与孩子 这次到京城要见的人 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 可能造成的影响 他梳理着思绪 从床上坐起来 走到甲板上去散步 夜空中月光如炼 江岸边树影床床 远处的山城灯火闪烁 倒映在江面上 井质倒也颇为疑人 几艘大船上都有士兵巡逻 守卫森严 但船上一众贵人 与他们的仆从此时都已下了船 倒也清静了不少 他正这样想着 耳中似乎又听得咚咚的敲击声 但侧耳仔细听时 却又听不见了 他正要回船舱 去见侍野那边 卓云峰正带着几名家丁 从一艘大船上下来 只见他对家丁们说了几句话 眉头紧皱 随后目光扫向了旁边的几艘船 看起来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他目光扫向宁翼这边 看到宁翼时却忽然定住了 深夜偶遇 原本打个招呼就是了 但卓云峰的神情却颇为古怪 他与宁翼对望了一阵 然后用力地朝宁翼拱了拱手 看起来倒像是被宁翼看到了 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随后转身带着家丁回船上去了 宁翼不免有些疑惑 他这两年被顾艳珍 娄叔恒等人 有心算无心地阴了好几次 对这样的神经病已经颇为警惕 当天晚上暗自提防 第二天清晨起床练功之时 犹再回想自己与那卓云峰 有没有什么交集 萦绕江面的陈雾中 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连忙转身往船舱走去 他的身份传上其他人或许不清楚 但成国公主府派出的随船管事 却是知道的 宁翼在船舱门口徘徊了好一阵 才下定决心向那管事拿来钥匙 打开了其中一间船舱的门 然后让那管事在外面守着 不要让其他人靠近 自己则独自进了船舱 只见船舱里都贴满了封着条子的大箱子 里面装的都是要运上京城的贡品 宁翼爬上箱子顶端 仔细观察了许久 不时在箱子上跺脚敲击 过了好一阵 终于听到某个箱子里有微弱的声音传来 宁翼搬开了旁边的箱子 不一会儿便发现了蜷缩在某个木箱中 已经奄奄一息的周配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坠序》第347章 赚索勾成态 主派 白 раздел broke 勦 焇 帕 为什么 再 掌 大